哈喽各位澳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收看本周的澳财聚焦节目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留言和分享 那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 就是竞技又一次出圈了的加密资产 说到加密资产 其实最近有两件事情在澳洲的金融界里面 引发了一个非常广泛的注目 第一个呢就是相信很多人在追的这个 《鱿鱼游戏》这部剧啊 前天呢它不仅是收割了一个很高的收视率 那么在近期呢居然也是打起了金融韭菜的主意 11月29号呢 《鱿鱼游戏》是正式发行了一个同名的鱿鱼代币 那么在上市之后呢 鱿鱼代币是一度暴涨了23万 这个数字说出来也让你吓人啊 那么就在几天之后呢 鱿鱼代币是一度又暴跌到了不到0.5美分 可以说是另一众的这个跟风投机者损失惨重 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游戏游戏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澳洲最大的商业银行 联邦银行CBA本周也是宣布 用户可以在其手机应用上买卖这个比特币 以太币等等十多种的加密货币 未来联邦银行的客户呢 也是将有这个可能性来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 事实上啊 这是澳洲银行业首次进入加密货币的这种资产类别 那么对于澳洲金融业来说或许是一个机遇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 这也将伴随着许多的风险和挑战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加密货币本身它的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解决的 其实不少业内人是认为啊 加密货币呢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庞大的 而且是这种投机性很强的市场 它呢不像是其他我们比较熟悉的成熟的金融产品那样 相对是有迹可循的并且是有稳定的市场发展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看到啊 近期几个月呢 像加密货币的价值是在不断的飙升 但完全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出现像 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 鱿鱼代币一样的这种雪崩式的暴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对投资人而言投资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而这呢也是业界担心的第二个问题 数百万的投资人容易受到这种误导 虽然呢像联盟银行的这个官方也是明确表示了 将计划引入产品的警告声明 来确保客户是提前了解产品并且是接受风险的 但是要知道呢 像CBA其实目前有超过650万的一个客户群体 可以看到这个数量这个客户的基础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士 并没有亲眼目睹过投机泡沫的破裂 他们呢可能也并不是很了解自己在加密 或者说是数字资产当中所能够承担的这种风险水平 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问啊 那你自己不懂能不能请教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呢 那么这里呢就带来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在目前的监管规定之下 其实理财师和金融顾问并不能涉足这一个领域 给客户提供这个方面的资讯和建议 因为澳洲的法律目前呢是不将加密货币视为货币 而澳洲央行呢也并没有向零售客户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 这一个现状呢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都不会有所改善 就像那个加密货币潜在的监管框架主要参与者 自由党参议员Andrew Brooks所说的 在下次联邦大学之前呢都将不会有任何比较重大的进展 那么您觉得澳洲大银行向普通用户推出这种加密资产业务是否合适呢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欢迎关注澳才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视频内容呢会在公众号上同步的推送 如果您想咨询更多澳洲投资方面的问题 也欢迎扫码或者点击视频简介中的链接来向我们提问